今天我們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3D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資網中心這邊其實也有3D列印 有機會的話等一下可以讓你實際列印看看 那現在其實3D列印來講其實很多學校幾乎都有對不對 只是活動有沒有很多而已 因為有的是製造中心 所以他可能要舉辦比較多活動 那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要進行3D列印要不要做模型 要 那以往可能大家中小學的時候沒有人在做3D模型的 現在呢你要做工具越來越多越方便 我們今天有一個前半段的部分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3D列印做模型是相對簡單 因為你要做像遊戲那樣你就不只有模型 還有什麼材質燈光有沒有還有做動畫 可是列印是只有模型而已 而且我們現在列印出來主要都是單色嘛 所以說其實相對容易一點 所以呢現在這種雲端的服務就可以解決了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會跟大家介紹就是這個叫3D Station 3D Station 它是類似像老師應該多少聽過那個麥塊 有沒有麥塊中文就是這樣麥塊 它這種敲磚塊式的 它是用什麼 剪法製造 我們一般說3D列印叫架法製造嘛對不對 但是呢它用剪法用敲的 讓你比較有感覺 那你也不用擔心會怎麼樣 敲不出來 它有很多工具很不錯 那這個呢有聲音的 所以其實在帶同學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禮拜六有國小有開社團 國中也有開 我教學範圍比較廣一點啦 國小國中高中大專到社會人士都有 所以這個軟體每一個階段其實都可以用 尤其是入門的時候很方便 好那另外一個呢 可能這個如果老師有參加過一些這種 就是3D列印的這種體驗課程 很多會介紹這個有沒有 TinkerCAD 所以呢 這個我只會介紹一下就是 它怎麼做精準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那個部分是大家平常比較少在用的 好那最後我們今天的另外一個主軸 就是這個叫實用3D 我們知道說剛剛有提到3D列印是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簡單不代表說它 就是說做出來效果不好 而是說因為它純粹只有模型而已 那你真正要做到我們3D 比如說像我們做室內設計也好 或者做這個建築的 你可以看到比較大的那種建案 他們可能都會有做動畫 對不對 那像這個實用3D呢 它基本上 本來是做所謂的室內設計的軟體 可是呢我就把它延伸出來 延伸出來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包括庭院的啦 包括這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欸 室內的空間 建築的空間 還有什麼 上次5月6號我們在這邊上的虛擬生活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做 所以如果您點這個 這個是我剛講的那個平台 您點進去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看一下 左手邊這裡 點進來 好 您看上面這邊 這個就是虛擬睡房 我們用這個 軟體去做的 不好意思 就沒有再人家 這個沒有再做3D列印的 你要列印可以啦 一片雪白 哈哈哈哈 因為沒有材質嘛 但是你想 以前如果要你做這樣 有沒有有點困難 今天 保證做得出來 哈哈哈哈 所以 使用3D它一個蠻大好處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這個使用3D呢 你現在看到這些都是同學做的 它可以做像這樣子的 也可以做像這樣展場的 做外觀的 不只是室內設計 所以 有白天 有晚上 然後這些東西 有沒有 這些都可以做 小轟轟 效果也很好 好 那最近我看到 教育部電子報有 剛好介紹到 兩個國小 它不是用這個軟體 它們也是做什麼 就室內設計 把它當成一個叫案 等一下我們在那個彎弄裡面 會有把那兩個 叫案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師這樣應該還OK嗎 這是 跟老師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軸 會是這些 會是這三個部分